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望向早晨》第二节 今天开两节,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还有澳洲的曾BC 大家好,早晨 还有我嘉珊珊的大家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赞 我们有新闻会通知大家以壮大我们中立和平理性的声音 不要胡乱被人用言语文字訴訟于感情 香港大家看下那些什么黄媒、黑媒那些技巧所煽动到 社长,你有些东西想说吗? 有些东西想说,我其实有些东西想说很久了 就是我们有一条片就是批评某个KOL 就写一些很煽情的文章去挑拨这个警察和香港政府特首的关系 就是林郑 最主要是林郑,她拿了林郑来骂 那林郑的施政是有缺失的,她有态症 但是刚才我们在最后一节也有说 就是施政报告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现在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人不断地骂施政报告 但我其实想问一句 施政报告你有没有真的看过原文呢? 如果你没有看过原文而去骂 那究竟你和那帮反送中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反送中的人呢,有90%我认为都是没有看过 那个反送中的条例的 就去反这个逃犯修订条例 那现在有一帮人不断出来骂林郑 不断出来说施政报告不行 那究竟施政报告是否真的不行呢?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很久 我觉得就是有些人的心地是不好的 就是虽然不断在旁边教林郑 就是怎么样处理现在的问题 平暴,就是首先就是做民生的事情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老生上谈的,经常都说 平暴,接着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见到这个局势差不多就向这个扭转 就是差不多是,其实差不多到了最后阶段 平暴的最后阶段 那就出来,攻击这个林郑 其实用心的恶毒是非常可忽的 就是我认为 而且有一件事,其实震报 并不是林郑的功劳 大家要认清楚一件事,震报 绝对是中央政府的功劳 中央政府在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公开阶警察 大家看看,一直以来那些人 他们不停地攻击警察 把警察污蔑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角色指挥的在上面 警察是无比专业地配合中央政府 所以现在有些妙头叫做熄灭了 所以大家配合得十分好 所以就有这件事好的事情出现了 是,举个例子 我们收到一个微信群的留言 就是说,他最近经过这个地铁站 见到很多人都已经不再戴口罩了 只剩下三四个小猫三四个 就是那个民情已经改变了 警察坚守这条线已经开始见到成效了 一直以来 就是如果只有林郑在这里 动都不动的 你这些警察是不顶得这么久 不是中央这么高调 甚至不惜去叫 去叫那个已经退休的 柳sir 那个刘业成 不回来,都支持他 还有说,哎,别人不给你 我给你个车给你 物资上不停地下来 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那当然,现在有人在吵 哎呀,香港政府给不够车给人 多卑鄙 喂,说香港政府不够 这些是中央拨下来的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过那些暴徒 你是猜不到他们做什么 没有人会猜到会去近身割颈 这一件事 这么大胆的 是啊,没有人会猜到这么大胆的 其实他们是有医生教脑 那些蝗虫是有医生教脑 如何割颈才可以令到警察受最大的伤害 我不觉得是有医生教脑 因为你上网 现在解剖学按两句 你上网就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 我不知,我看过就是有 我看过就是有 是有,Telegram是有 我说怎样是最快可以 堆垃一个警察 是有人传这些东西 Telegram是有这样分享过 对不起 你刚才突然想起 有些恐怖分子的教育 是啊 是 你先说 珍貝斯 其实很多都是极端主义的医生 我想起一个雪梨大学不卑的医生 澳洲人都去了IS做医生 其实很多 就是每个各行各业都有 有这种恐怖思想的人都有的 是啊 我们Telegram都看过 其实 就是传闻就是 是一些蝗虫医生教他们 怎样最快的 叫做伤害警察最大 是 那就出了事 于是又赖了 说 林郑怎么样 林郑怎么样 这样攻击政府 其实就想 激起警察和政府之间的信任 令到警察迫政府倒台 做这些事情 嗯 那目的是什么 要振前亦衰 你不是啊 你 你们这帮人 其实现在转了 现在转了风向了 其实现在转了风向了 他们 自从我们踢爆了之后 他们已经没有再说这样 尤其是最重要 我觉得震懾力最强的就是 真BC那句 可不可以重复一次呢 真BC 陈先生很软弱啊 看看 唱红打黑 那么伟大的 薄熙来 才是真正的 叫做真正的 叫做 可以做总书记 还有 薄熙来 以前 叫做习先生 叫做肥仔之类 那些 用愚论去 取笑他 现在就是一样 是啊 手法是一样 他没有用 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家的大字头 他以前也是这样揣的 他说 习先生和这个军队很大烈恒 现在就一样了 是啊 其实是专门做这一样东西的 他们那班人 其实林郑他没有人帮他 他只有警察帮他 这个是真的 但是他没有说出 他其实没有怎么破一样东西 其实支持林郑的 其实就是 得中央 他没有说到中央出来 其实只有中央拆林郑 香港是没有人拆林郑的 是 现在到了最后阶段 有人要贪天之功 要将中央的功劳奪为己有 我觉得那些人太天真了 他应该读一下中国历史 贪天之功到最后 一定是粉身碎骨的 绝对是 绝对是 其实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北京大学读书 那其实我有同一些叫做 叫做 大陆 用语叫做老铁 我不知道怎么说 老铁 就是最好的朋友 老铁 就是老铁 老铁 那我就 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 那 都叫做在部位里做 那不是什么大管车 普通人 就是叫做 他说 那这样是不是什么 有些像当年 叫做这个号称 中国马英九的薄熙来 以前 那当然了 很多东西他都不说 就是说当年 习主席 叫做休息了几天 就是被人批评得很厉害的时候 休息了几天 有些人又说他中枪 那其实我就觉得 是哦 你说得对 我说 果然是 果然是 那是北京人 还有十几年党员 因为他年轻 和我们一样 三十多岁 差不多到四十 十几年党员 刚刚毕业 入单位工作的时候 就入了党 我说 是哦 其实我也很惨疑 普通的党员 居然都有这种不成 因为他们 是很害怕 就是现在 真的要提一样 习先生 很好的东西 就是 上至基层 下 不是 下至基层 上至他身边的人 其实 他的震懾能力 就是 他这么说 他说除了毛主席 就没有人可以 有这种震懾力 就是对公务员团队那种 就是个个都 怕他的 还有 大家留意一样东西 问一下国内的朋友 做公务员 很多公务员都要自己考证 就是现在要学很多东西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证件 其实真的考核的时候 很大件事 我还要说一样东西 大家有没有留意每一次他们打人 以及打男士或警察的时候 总有一班医护人员 立刻去制止他们 对吗 是不是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班人是很棒 他们知道一个点 打不死人 但是打得罪伤就立刻制止 因为他们都很怕死人 一死人的话 就出街防军 所以他们会到一个点 就立刻停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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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说得非常好 非常对 我觉得 他就不会给死人 但是他就要令你害怕 是 所谓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 未必要死人 但是要你害怕 这班人 基本上是要 你留意一下市面 他们所做的事 就是要你害怕 他要令你警察害怕 所以他们就去黄大仙宿舍 去搞那些警察的什么 嗯 他们都怕他们到处逃 是 我想说一下我的老铁 就是我的好朋友 其实呢 都是一个工程佬 大家 叫做经过的广主乎大乔 其实他有一部分 是很很很很很重要的 就是力学那方面 大家如果 经过广主乎大乔 你就觉得 其实当时我都说我很憤怒 因为他付出了很多 甚至呢 就是说一下 他付出了他的婚姻 因为他就 在当地住宅了五年 就是他们 就是他的说法 其实 其实呢 很多事情 他明白制度不一样 但是制度的不一样 就是 香港这边司法覆核 搞到他们 其实可以很早就合拢了 两边 那他就 其实他也是上了一課 深深的外国主义教课 因为他以前都是外国留学回去的 那就 一生欠给党 放弃了 留下澳洲的机会 就是 其实他就说 那些人有什么大伯爪 其实他说真的对 整个人最大的侮辱 很多人 是真的做到入院 比如他 是一次干 就是做到 爆肝 是 爆肝 我想说 很辛苦 其实 大家很多东西看的 是表面的 但是 我想说其实很多 普通的党员 他都自称基层 其实对很多事情很敏感 但是 香港的人 甚至一班 所谓的外国分子 都是叫做 有些东西是比较 想法又不差 因为以前我自己都在北京做了一年多 其实 很多东西 其实 我明白很多东西外国人是不可以说的 也都叫做 有些底线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踩到 所以 为什么有时候我说话都会 叫做 有些弯转呢 因为其实 我心想 在什么 在北京 可能我这句话 就 不是那么好 明白 有保留 明白 其实我们都 都不是全部都说完 如果我们全部都说完 所以 瘋个黄毓民都可以 就是这么说 是 当然 就是 如果只是为广告的话 那我们就要随波逐楼 其实很容易的 用什么 如果是为广告的 是 是第一件事开火 骂林郑 有什么可以骂林郑的 究竟什么 人人都恨她 一骂他 老实说 一骂十几二十万 我见到很多个 十几二十万 是用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不要变黄毓民 黄毓民最终要是做什么 说一些煽动人心的说话 然后拿着素 拿眼球 首先 就说一些煽动人的东西 然后让那个人跟随他 就越说越大 好了 到这样的时候 我先缩沙 立刻用另一套言语 一百八十度扭 哇 急转弯几快 因为 现在外面 每个人都是黄毓民 老实说 九成 我不敢说每个 八九成 都是黄毓民 用什么 如果说要钱 要煽动 最容易就是这样的 使鬼 使鬼 就是我们以前 大家看看 十几二十万 最近跌下来了 因为我们不跟随他们 我们讲不合他们 听的东西 我们现在转都可以的 真心说 我转都可以的 车手来的嘛 哈哈 如果要转的话 用什么 随便找件事 好像随便找件事 然后即骂 用什么 看看林郑施政报告有多差 有多差 就是这么差 多容易 嗯 勞子放智 勞的放智 很多地方都可以的 其实就是 就是我这样说 可能都有人很不满意 但是 没看施政报告的 看一看 才再骂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做 就是 就是很无谓的 我觉得 有些人来质疑 我们就说 我们一施政报告一出了 就马上转态 那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嗯 转态都不是不正常的 其实 就是 如果那个施政报告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长期都是批评他的施政 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转态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要做民生 做民生 他肯做回民生就认同他 那我就越赞 是他们诬我们是转态 哦 这样 这样 他肯接见我们 就是 是 是 是吗 你说你说家层 你说你说你说 就是我们一向说 你要做民生 那他现在做民生 难道说什么 那你还是谷对人 不对事 是不是 就是又是 就是说 是不是都是你错 那我们和何韵思 这帮人有什么分别 对 没错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是没有的 公是公非嘛 就是有些人 就是 用了立场去先走 他写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 结果就是 不可以立场先走 我们说的 你一定要看一下 究竟那个形势是怎么样 还有 什么是最大的好处 对香港有 你骂林郑 现在这个时刻 骂有什么好处 都到了最后阶段 是吧 你到了最后阶段 是吧 你到了最后阶段 探天之功 围纪公 告诉别人 我才是大功劳 最大功劳的那个 你阿爺都催我 不像 那好像明朝 开国的一个功臣 就是这样 我记得好像 是吧 在中国历史上 所有贪天之功的人 都是死得很惨的 尤其是当你的主子 是非常 性格 是非常 坚毅 和 是非常之 勤政 如果一个主子 是这样的话 那你贪天之功 你就死定了 我只想起廉更耀 是啊 我也是想起雍正 廉更耀 这个是 廉更耀 评乱 是 雍正的功劳 并不是廉更耀的功劳 是吧 嗯 廉更耀是法党 但是雍正是不停的 不停的输送给他 是的 跟现在的情况 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是的 是 其实就是全靠中央力挺的 但是 中央力挺给保级线警方 警方去做事 中央 我信了你们 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嗯 由头到尾 是他力定警察去做事 是 林郑是没错的 林郑要做的就是 穩住了局面 受火把 那些人骂你 林郑唯一做的就是 我承受了所有的战 而且坚决执行政策 是 坚决执行政策 油缸不行 我就做油 油 但是他做油都做得很差 老实说 跟别人聊天 被人戴面罩进去 骂叉他 你都做得的 就是证明他低能 就是 我没有说低能 在公关上是很差的 要是有人弄点他 怎可以被人戴着口罩跟你聊天 这件事是不行的 我到现在觉得 他那一刻真的很差 但怎么也好 他都要去受 其实我有想起一个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雍和公 就是以前雍正的府邸 后面变了寺廟 因为乾隆将他变成寺廟 他有个 我们广东话的门蝉 要跨过去 你不可以站上去 如果你站上去 就是与佛比天高 和皇帝比天高 因为只有皇帝才能站上门蝉 就是其他大臣 只可以跨过去 有些人是否想站上门蝉 与佛比天高 或者与聖上比天高 我当时 我刚才有闪过 因为以前我都在北京 其实我挺喜欢北京这个城市 有一种皇气 是其他城市没有的 是 对 还有一个 就是我想帮我 叫做一班老铁 老铁宣传 就是 港珠澳大桥 不知道出了一本书 好像章出了一本书 大家 如果可以了解 这条大桥的 叫做制造过程 还有 叫做 怎样 当中的困难 可以买这本书 看看 你给书名 比较好些 我都要问 我都要问 到时就去看看 好 好 这节目差不多了 到这里为止 好 多谢大家 拜拜